健康的時候身體才會好 那麼像馬可呢 他總共瘦了 現在已經瘦了38公斤了 因為現在只剩下80公斤 整個人變健康 而且變年輕 他今天要教大家的這一道呢 是用高麗菜 然後在裡頭包鮭魚是嗎 對 這個時候鮭菜燙好了 其實就很好辦 所以大家都可以這樣你做 你就拿一個花光 然後就把高麗菜 梗朝下把它鋪滿 對 然後葉片一半 露在外面沒有關係 因為等一下把它折起來 因為我很怕廚師教我們那種 很難的高麗 太難了做不到 因為要讓大家做得出來 這樣減肥才有樂趣 然後我們就鋪鮭魚 還有你覺得他剛剛講的方法 3 2 1 三個拳頭的蔬菜纖維 然後兩個拳頭的蛋白質 一個拳頭的碳水化合 我覺得這超棒的 完全符合減糖飲食的概念 因為高纖維有三份蔬菜 然後澱粉是只有一泉 而且適量的蛋白質 所以其實營養算是均衡的 好 所以你看它像蛋糕一樣 一層就是高麗菜 然後一層鮭魚 總共做個三層 所以其實這樣已經超過了六片 所以再一層其實就已經九片了 那先鋪一層蔬菜 然後再加菇魚 菜 然後魚 菜 魚 菜 魚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身為一個專業主廚 要減肥也要華麗一點 吃起來也比較療癒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這樣做 那這道菜其實很建議大家做 是因為其實你做好這個球之後 你可以去冷凍 吃的時候退冰再蒸就可以了 那你應該今天多幫我們做幾個球 我們大家都帶帶去 這邊還有 可能可以做個三四顆 好 副演講 像這個地中海飲食 對於心臟方面 其實保護也很好對不對 因為像馬可 他專門就是做地中海飲食 他在美國心臟學會有做過研究 地中海飲食 他現在這幾年來非常的紅 包括美國的這個 U.S. News和 World Report都講 地中海飲食已經打敗了 我們常講的德蘇飲食 連續三年第一名 第二名就是德蘇跟那個彈性飲食 因為地中海飲食用了大量的蔬菜和魚 他用白肉 堅果 橄欖油這些 這樣子的話 對於心血管的保護 他們發現心血管發生的比率 甚至有時候比全素的人 吃全素還好 而且像這種海鮮版的地中海飲食 就加入了海鮮為主 然後這樣的情況 讓很多在全素的人 他們的Omega 3 所以還有一些點 吸 或是說鈣 這些比較不會像全素的人吃了以後 比較容易發生一些貧血 或是有些營養不良 骨折這些現象出現 所以地中海飲食 對心血管保護是真的是不錯 好 所以我們很簡單 就把多的葉子剛在旁邊 像摺麵杯一樣把它摺起來 這真的好大一碗 一餐吃這麼一碗 欸這個是兩個人喔 對啊一個人 這是兩人份喔 這是兩人份 好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準備我們家家戶戶都有的 大口電鍋 放下去蒸就好 那蒸要蒸20分鐘 它那個原汁非常的豐富 所以我們還需要它的原汁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這樣拿起來 然後滴一些在鍋子裡面去 所以還要再來運用就對了 對 做一個醬汁 我們倒扣在一個漂亮的盤子裡頭 對 就像這樣 好簡單喔 它就是一顆鮭魚球啦 OK 但重點是還要有醬汁味 對 那我們再加一點牛奶 因為有時候你在吃高麗菜 跟吃鮭魚 你沒有一些奶香的醬汁 你會吃起來覺得有點膩 對 所以我們就加點牛奶 然後加點薑黃 讓它抗氧化成分更多 對 然後把它和開 好 那這其實就是用這道菜的原汁 化原湯的概念 把鮭魚跟高麗菜的原汁 加點牛奶再淋上去 而且牛奶又是蛋白質 對 對 對 而且我會建議就是 牛奶這個蛋白質 你也可以換豆漿 而且特別剛剛看到薑黃有沒有 因為地中海飲食 它特別著重新香料 所以薑黃粉 那我們也可以用一些大蒜 老薑這些你可以去做變化 都顧我們的心血管 很好 也可以先爆香 好 像這樣一煮滾 你就會聞到那個薑香 裡面有牛奶香 有鮭魚的香氣 是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淋上去 好 像這樣 那我們這道好料理就完成了 這樣 淋上去 好 好漂亮的黃色喔 哇 淋上去 地中海飲食也是減重的好夥伴唷 這一道薑黃奶香千層鮭魚球 選用新鮮高麗菜 一層一層的將鮭魚包覆成球 再淋上特調的薑黃奶香醬 一口咬下鮮甜多汁 清爽無負擔 美味又營養唷 哇 超棒的 覺得減重也可以吃到這麼棒的美食 而且除了忌口之外 其實最重要一定要運動 對不對 對 少吃多動 然後今天我要來分享一個 就是非常簡單的 可以在家裡每天只要花三分鐘 你就可以達到一個 就是瘦身的效果 對 那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坐起來也蠻喘的這樣子 首先你就是找一塊 就是可以坐在地板的位置 然後家裡有瑜伽墊 你就是放個瑜伽墊 然後雙腳踩好之後 你把雙手抱在你的腿這邊 接下來再把你的手扶住 扶住你的大腿的位置 然後慢慢的把你的腳給抬起來 重心往後 對 抬起來之後就開始 踩那個空中腳踏車 你可以慢慢踩 慢慢踩 我們躺著踩都有點累了 對 如果真的覺得累 你可以躺著 但是如果說你的核心還夠的話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空中的這樣踩 踩完了之後 接下來你再把腿放回來之後 慢慢的把雙腳慢慢的往上抬 馬上抬 對 接下來 變成一個B字形 對 盡量呈現一個B字形 接下來Hold住完之後呢 雙手放開往前 然後手打開來 手掌把它打開來往前 然後你大概三個呼吸 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接下來再慢慢緩緩的 把你的雙腿放下來之後 踩在地板上 然後雙手緩抱著你的腿 稍微休息放鬆之後呢 再繼續回來 原來的動作我們繼續做 做三分鐘 哇 來 邱醫師你覺得這個 減重運動怎麼樣 感覺核心這邊瘦很快 這個小柯很聰明 你知道嗎 他這樣運動 他大腿會變細 然後腹部會變平 是 因為很多人去想要瘦大腿的話 都會去健身房做重力訓練 其實那個越訓練 大腿越粗 越粗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主力運動 小柯這樣的話 你看他大腿這個骨似頭肌這樣收縮 他是一種耐力運動 這種耐力運動 會讓大腿變得更緊實 可是他為了維持平衡的時候 腹部的腹直肌會這樣收縮 這個是主力運動 主力運動就會讓腹部的肌肉變漂亮 那個肌肉線條會更明顯 所以他兼具瘦大腿跟瘦小腹的效果 非常好 小柯你自己在減重的過程當中 你大概運動跟節食 就是控制飲食的比例 你會怎麼抓 其實我如果要持續的話 我大概一個一週會運動三次 然後每一次的運動一定會一個小時以上 對 一定是一個小時 對 一定要一個小時 對 然後一個小時之 除了這個運動的部分 我覺得飲食的控制也是很重要 當然就是要少吃甜食 因為我最近就是少糖 然後你少吃之後不吃宵夜 然後再吃東西的順序 基本上我也是先蔬菜 然後再蛋白質 然後再是澱粉 我覺得用這樣子的減重方式 其實可以讓自己瘦得很健康 好 我們讓小柯站起來一下 剛剛邱醫師說小柯的腹部 然後跟大腿 來轉一圈讓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有練的 有練的 你一定要這麼療人嗎 好 所以減重很重要 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就是健康的減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健康的過程 其實也是保護心臟很好的方法 控制飲食 我們告訴你 幾歲適合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減重 然後記得要搭配運動 還是要視自己的身體狀況而定 有氧 然後跟肌耐力的都很重要 就希望大家可以 健康的瘦為就好身材囉 健康2.0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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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